女友開心騎車出遊 對著鏡頭俏皮做鬼臉 下一個鏡頭在服飾店 和女友玩起躲貓貓 和女友在一起超過三年 情侶的日常甜蜜喜劇 男主角卻從此永遠缺席 牽著手和女友浪漫散步 車禍的當下 鄧姓死者才剛考上大學 原本一見她的 應該是美好的青春大學生活 但遇上車禍悲劇 轎車超速闖紅燈 奪走一條年輕的生命 事隔將近兩年 仍然是家屬心中的痛與遺憾 但一審判決 結果出爐肇事的夜姓男子 警判緩清免官 而另外一名追車禁速的無姓男子 法院認為 難以證明闖紅燈的行為 與其次死亡有直接關係 因此判決無罪 讓家屬難以接受 不管他跟我和解不和解 那你有沒有禁負這一點 真的就是需要罰官他 去明確的判決或什麼 所以不能說你和解不和解 然後都以為和解 那就重新樣子 當初農曆等警察比較後面的話 應該被撞的是另外一遍 依據當初道出父親的千萬不捨 也許當初鄧姓死者 岂不為是改變 就能逃離死神的魔掌 但事到如今 父親也只希望 肇事者的公共危險罪成立 還給兒子最後的正義以及公道 記者江玉文 蔡品庸 新北三文報導